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美晨 第479集 秦晨也皱眉 三天追踪下来 曾经以骷髅剁住实力 应该也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追踪了 继续这么下子 只会让自己伤得越来越重 毕竟逃跑过程中 也不可能好好休息疗伤啊 反倒是孤注一掷 拼死反抗 或许能有一线生机 可他没这么做 反而是一路而逃 哪怕宁愿燃烧自己身缺 也不想跟秦晨交手 这让秦晨颇为疑惑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切 或许他觉得这么逃 会有一线生机吗 秦晨若有所思 抬起头 难难倒 难道这前方有什么古怪 前方 大黑猫抬起头 突然目光一闪 难道他想去那个地方 什么地方 秦晨转头 本华倒知道前方有一地方十分特殊 之前倒没在意 现在看来 那骷髅作主应该是前往冤魂死地 没错了 冤魂死地 没错 那地方是天魔秘境极为邪义的一个禁地 里面到处都是冤魂之气 这种冤魂之气啊 并非一些实体冤魂 而是某种诡异的诅咒之地 人族强者进入 很容易被冤魂之地笼罩 最终身体衰败 陨落于冤魂之地 成为冤魂之地的养分之一 大黑猫凝重头 这么说来 骷髅舵鼠想在那地方居杀我们 走 秦晨一声冷笑 身形不再停顿 化为一刀电光 瞬间消失了 而那大黑猫身形一闪 也消失在虚空里 一路向前 穿过一片荒地 前方的气氛突然变得诡异 起来 虽然这天魔秘境本身极为阴冷 可这一刻 秦晨却像坠入冰窟一般 浑身上下通体森寒 果然是冤魂之地啊 大黑猫睁大眼睛 好恐怖的气息啊 秦晨心头一灵 凝视秘境深处 前方 幽黑的秘境中 鬼影重重 仿佛生有无数的鬼魅一般 让人不寒而栗 现在是杀骷髅舵主最佳的机会 他伤痕累累 一路追杀下来 身心俱疲 以身实力实不存无 若错过这次结婚 还不知何时再有这等机会 最关键的是 血魔叫虎视眈眈 且极为阴冷 这么多年只隐藏在背后 根本捕捉不到痕迹 若不想方法将其连根拔起 恐怕发展下去 将会成为大陆的一场灾难 目光一闪 秦晨脸上杀意决然 继续渗入前方 与此同时 冤魂死地中 一层层灰褐色的雾碍萦绕 视线被遮挡了 咚 骷髅舵主浑身 萦绕一层灰色的雾气 双瞳幽冷 争宁诡异 那秦晨真是阴魂不散啊 开阳不杀我不甘休啊 骷髅舵主咬牙切齿 满脸的怨恨 这些识人 他使了一些手段 都没能摆脱秦晨的追杀 反而被秦晨屡屡追上 好几次差点身陨 他也曾想过一些方法 暗中摆脱秦晨 但每次呢 都被秦晨发现真身 气得够呛 后来 他知道自己躲不过秦晨追杀 便想到此地了 冤魂之地 乃是当年两大族大战时 无数强者陨落之地 那一战死伤无数啊 诸多强者灵魂虽然泯灭了 但残留的意志 最终形成了一股可怕的怨气 最终 化为了这片冤魂之地 这里没有血魔兽 没有魔友 算是荒芜人烟了 但是 却是天魔秘境中 最为可怕的一处决地 哪怕它是骷髅舵主 也是不敢随意进入 只有在没办法之下 这才冒险进来 此地冤魂之气 连本座一只都会被腐蚀 那小子一旦进来 必然站立大剑 而本座身为一魔族强者 毕竟占据地理优势 谁生谁死 还不一定呢 骷髅舵主阴冷一笑 周身摘放灰色的雾气 继续深入 伴随他的深入 一股无形的阴冷力量 充斥这一片天地 强如骷髅舵主 深入此地 都感觉到一股寒意不安 小心翼翼地进入 他身上燃烧起一层淡淡的火焰 将这层层邪恶之力 小心阻挡在外 当年我被封印天魔秘境 数万年 对此也有所了解 能抵御部分冤魂气息 骷髅舵主盘膝而坐 只觉得脑海里是鬼哭神嚎 无数力吼声不断传递 宛若恶故 但他神智始终清明 并且 在驱赶冤魂气息的禽饶 片刻之后 冤魂气息被他悄然阻止在体外 虽然不曾散去 但也足够安全了 本座得要看看那小子 赶不赶进来 此时 骷髅舵主这才心神大定 开始了放心的休养 而且他完全不惧怕秦晨追踪而来 甚至内心隐约有些期待 秦晨若是敢来 光这些冤魂之力够他喝一壶的 此时呢 骷髅舵主不清楚 他所念叨的秦晨 已经来到冤魂之地外了 冤魂之地 毫不犹豫 秦晨身形略入其中 刚一进来 一股恐怖的污浊气息 瓦若气流一般席卷上来 要侵入他的身体 这就是冤魂之气吗 秦晨皱眉 轰 他体内真力爆发 试图阻挡这层冤魂之气 但是发现呢 效果不大 雷霆血脉 紧接着 秦晨再度激活了雷霆血脉 倒到雷光涌动全身 顿时把冤魂之气阻挡了一丝 但是啊 也就仅仅只有一丝而已 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冤魂之气 被阻隔在外面 怎么可能 秦晨震惊 他一路上不在意什么冤魂之地 完全是因为他觉得 凭借九星神地觉得可怕 雷霆血脉的净化之力 完全能阻隔所谓的冤魂之气 可现在看来呢 让他大为震惊啊 试试清廉妖火吧 而后 秦晨施展出最强的底盘 清廉妖火 当年 他被鬼仙派聂朔宗主 临死施展的白鬼诅咒 也是被这清廉妖火去除的 只是随即呢 他的目光瞬间凝固了 因为连清廉妖火 竟然也只能阻隔一半的冤魂之气 还有四丝冤魂之气 缓缓渗入进入他的身体 不可能啊 秦晨脸色难看 轰的一声 清廉妖火瞬间催动到极致 同时 真元和雷霆血脉一并施展 噼里啪啦 秦晨马上感觉到 剩下这一半的冤魂之气 也被阻隔开一大半 虽然并未完全阻隔 但起码九成以上冤魂之气 被屏蔽于体外了 嗯 这小子 一旁的大黑猫行走于冤魂之地 仿佛不受冤魂之气的侵扰 但看向秦晨的目光呢 却带着惊讶 能把冤魂之气 组个九成以上 这一家伙还真可怕呀 要知道 这些冤魂之气之强 哪怕是武皇来了 也未必有秦晨 受到影响这么小 一场冤魂之气 虽然也是颇为可怕 但对五指而言 已经算是影响极微了 少年狼 我们走吧 撇了撇嘴 大黑猫开口道 不行 起料秦晨反而退出了冤魂之地 他眉头紧皱 脸色难看 三大力量彻底释放 确实能阻隔九成以上冤魂之气 但同时呢 对秦晨而言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在这等情况之下 他经理绝大多数 都要用来对抗冤魂之气 即便遇到骷髅堕主 也未必能将其留下呀 接下来秦晨几番尝试 但是都未能找到 很好的方法 难道真要放弃吗 秦晨解握神秘袖剑 真缘灌输其中 狠狠的一剑辟出 脸色十分难看 好不容易追杀到死 却要放弃 这让秦晨如何能接受啊 就在这时 嗡 突然 神秘袖剑轻轻一颤 而后秦晨吃惊地发现 手中神秘袖剑 这一刻也约发烫了 这是 秦晨震惊地低头看 然后就感觉神秘袖剑 绽放出一丝丝恐怖的气息 那周围的冤魂之气 竟像潮水一般被吸引过来 疯狂地逛入神秘袖剑之中 大量的冤魂之气 仿佛龙溪水一般 被神秘袖剑疯狂地吸收了 咔 一道细微的声音响起 秦晨随即看见 神秘袖剑上的袖斑 竟然碎裂了一块 掉落了下来 紧接着 又两道碎裂声响起 神秘袖剑上的袖剑 再度碎裂两块 一股震慑万古的气息 从神秘袖剑中瞬间传出 这一掺马 秦晨有一种 无法握住手中常见的感觉 这是 他震惊地低头 内心有着前所未有的震动 他从来不曾料到 神秘袖剑进入冤魂之地 会发生这种变化 一旁的大黑猫 也震惊地看着秦晨手中的袖剑 面楼骇人 这到底什么神兵啊 竟然能吸收冤魂之地的冤气 并且 伴随冤魂之气的寝入 神秘袖剑不断地掉下袖斑 仿佛要窄露真容一般 只可惜啊 大约半周相持间 神秘袖剑好像吃饱了 停止了吞噬 而剑身上袖斑呢 也仅仅掉落了一半 但这已经足够了 剩下的冤魂之气 此时远远躲着秦晨 仿佛惧怕秦晨手中的神秘袖剑 无论秦晨走到哪儿 都是主动退让 竟有这样的效果 秦晨惊恶 当真是踏破底线无腻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刷 嘴露冷笑 秦晨身形一晃 瞬间掠入了冤魂之地深处 周围的冤魂之气 进阶退散 冤魂之地深处 骷髅舵主盘膝而坐 缓缓修复身上的伤势 一道道气血之力 在他体表营绕 这些个气血之力 不断融入他身体内 缓缓治愈他的伤口 同时呢 身躯内的骨骼 也缓慢地滋养生长着 可恶呀 这次损伤若没有足够惊喜 本座想恢复 起码的一年半载了 真是可恶 感受着缓慢修复的身体 窟窿躲住 心头恼怒 好不容易设下陷阱 准备利用百朝之地诸多强者 一举打破智库 恢复到八阶五皇修备 谁知道偷击不成十八米 非但未能突破 反而本源受损 需要大量资源恢复 气得骷髅舵主够呛呢 臭小子不追来还好 胆敢追入此地 本座定让他知道 什么时候回 心头恼怒 骷髅舵主双眸幽暗 宛若厉鬼 正晨思间 突闻风雷交错声 火轰传雷 肉眼可见 从冤魂之地外 一道电光雷影 急迟而来 这小子真敢进来 瞪大双眼 骷髅舵主面楼恶然 他是没想到 秦晨竟然真的胆敢如此 居然真敢追进来 惊恶之后 随即就是惊喜 幽童之中 力忙闪烁 他整个人豁然站起 巴不得秦晨进来呢 哼 骷髅舵主 这下看你往哪逃 唯一